看姐说说找安哥,大家好,我是安哥,这里是安小言说电影 今天安哥给大家讲一部,小伙儿为钱财捕猎非洲野猴 结果却因此丧命的电影,极度恐慌 废话不多说,让我们开始说电影吧 1967年,在非洲的扎伊尔·莫塔巴河谷 美国的雇佣军营中被一种突如其来的疾病肆虐 死亡人数不断攀升 军医们对这种奇怪的病毒毫无办法 为了避免病毒散播到外界 他们只好将村子炸毁,一劳永逸 但让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村庄附近的白脸猴已经被传染了病毒 镜头一转,时间来到了90年代 山姆是美国陆军疾病研究中心的上校军医 这天山姆接到上司比利打来的电话 声称在非洲扎伊尔爆发了一种未知病毒 比利让山姆与他的同事索尔少校前去调查 山姆接到通知后 立马召集了索尔在内的全组人员上了运输机 到达目的地后,山姆彻底傻眼了 情况比他想象的要糟糕几百倍 无数的尸骸已经被大火烧焦 附近的村落也已经被病毒肆虐 这种病毒的潜伏期非常短 被感染后两三天就会死亡 仅剩的几名幸存者现在也已经奄奄一息 唯一的好消息是 这种病毒不会通过空气传播 得知了事情的严重性 山姆在提取完病毒样本后 便带着样本离开老 而山姆离开以后 一只可爱的白脸猴跑进了电影院的镜头 只可惜他非常不幸 不小心被一个韩国动物贩卖商抓走了 只是贩卖商并不知道 这只白脸猴已经被传染了病毒 随后白脸猴被贩卖商带到一艘货轮上面 而这艘货轮的目的地正是美国 另一边山姆回国以后 便立马向比利说明了事情的严重性 并请求比利将军立即采取紧急措施 防止病毒继续扩散 但比利却认为 病毒的潜伏期很短 患者很快就会死 因此他们根本就没有能力 把病毒传染给远处的人 而病毒也绝不会被传染到美国境内 山姆无奈 只好去夜以即日的研究病毒样本 山姆发现 莫塔潘病毒可以在几小时内 完全杀死正常人的人体细胞 并以恐怖的速度迅速分裂 起初山姆等人还以为是实验出了差错 毕竟就算是埃博拉病毒 也要好几天才能杀死人体细胞 可实验并没有出现差错 这的确是一种从未被发现的致命病毒 当比利将军看到莫塔巴病毒后 顿时陷入了恐慌 站在比利旁边的白发老头是一名上将 多年以前 比利与白发上将研制了一种致命的生化武器 也就是所谓的莫塔巴病毒 而1967年 在非洲扎伊尔爆发的病毒也与他俩有关 如今病毒已被山姆发现 白发上将担心事情败露 于是就滥用职权 强行把山姆调走了 由于山姆没有说服比利采取紧急测试 所以他只好拜托在卫生局上班的前妻玛丽 让他把这件事上报给领导 可玛丽的领导也同样认为 病毒不可能会蔓延到美国境内 与此同时 那只白脸猴已经被送到了美国的一处港口 此时白脸猴已经被贩卖商 卖给了一名美国青年吉博 吉博通过贿赂保安 成功的把白脸猴运出了港口 路上那只调皮的白脸猴 喷了吉博一脸口水 导致不知情的吉博也被传染了病毒 吉博把白脸猴送到了一家宠物店 不知情的店长想要咽咽货 结果却被白脸猴挠伤 而白脸猴碰过的香蕉 也被店里的另一只猴子偷吃 就这样不知情的店长和他店里的猴子也都被感染 而店长也并没有收留白脸猴 因为他要的是一只公猴 吉博带回来的却是一只母猴 无奈的吉博只好将白脸猴放生 然后便乘坐飞机回到了波士顿 到达目的地以后 吉博先是以女朋友来了一顿甜蜜蜜的蛇吻 然后便昏了过去 与此同时 那个宠物店店长也倒了下去 还好店长被发现的及时送到了医院 只不过最终还是不幸去世了 医生亨利在化验店长的血液的时候 因为一时疏忽 不小心将血液溅到了脸上 另一边玛丽收到了一则 波士顿出现两例不明症状的病例通知 于是他赶忙乘飞机来到了波士顿 那两个人正是吉博和他的女友 玛丽赶来的时候 吉博已经奄奄一息 吉博死后 玛丽对他的尸体进行了解剖 结果发现 吉博的内脏已经完全溃烂 玛丽把这个坏消息告诉了山姆 但此时山姆已经被调走 因此他也无能为力 镜头一转 在旧金山的松弯镇 那个被见一连血的医生亨利 此时正陪女朋友到电影院看电影 此时病毒的潜伏期很短 现在亨利已经病入膏肓 而病毒貌似已经发生了变异 和亨利看同一场电影的那批观众们 已经全部通过空气被感染了病毒 之后一种新型疾病在旧金山的松弯镇上蔓延 山姆接到消息以后 也不再顾及赏赐的命令 与前妻玛丽及同事立刻展开研究和救治工作 在此期间 山姆通过调查 发现这种病毒确实发生了变异 由于病毒传染性极高 政府紧急出动军队封锁了镇子 想要逃离者格杀勿论 而白发上将得知此事后 打算用多年以前的办法 用炸弹将小镇摧毁 但认清现实的比利 并不认同白发将军的做法 他打算与山姆站在一边 并为他提供血清 山姆那边经过调查发现 小镇上第一个被感染的是宠物店店长 于是玛丽便来到了那家宠物店 此时那只被感染的猴子 已经有了明显的异常 玛丽把他带回去咽了血 结果发现这只猴子感染的是 没有变异的病毒 此时比利的血清终于送了过来 山姆把血清注射到猴子体内 没过多久 猴子果然发生了痊愈 但山姆等一群人研究发现 这批血清能救治1967年 在非洲爆发的疾病 却对如今变异后的病毒毫无作用 说明这种血清 是专门用来对付非洲那种病毒的 也就是说 这种血清早在1967年的时候 就已经被研制出来了 山姆终于明白 现在所发生的传染病 很可能是比利和白发将军研制的生化武器 他们当初想要隐瞒一切 所以才炸掉了军营 接着山姆经过调查吉伯的行踪后得知 有一只非洲的白脸猴曾被偷渡到了美国 但到了美国之后便不知了去向 山姆猜测 白脸猴一定是原始病毒的携带者 而白脸猴没有死 也就意味着他体内含有抗体 不久 山姆的前妻玛丽也不幸被感染 生命垂危时政府也做出决定 准备投放炸弹摧毁整个阵子 以此消灭病毒 时间迫在眉睫 一个好消息终于被传到了山姆耳边 那个被吉伯贿赂的保安说出了实情 对方声称那只非洲猴子来自一艘货轮 山姆得知消息后急于找到病原的他 私自挪用了一架直升机 与索尔沿着航线找到了那艘货船 此时那个抓猴子的贩卖商已经死亡 山姆在对方的宿舍里发现了两张白脸猴的照片 而那只白脸猴就是病毒的携带者 同时也是整个小镇的救命稻草 为了尽快找到白脸猴 山姆直接闯进电视台总部 将白脸猴的照片展示给美国全境的居民 并呼吁广大居民 如果看到这只猴子 请立马上报给疾病中心 与此同时 在电视机前的一位妈妈 见到照片后心想 这不正是女儿经常见到的那只白猴子吗 于是他赶忙打电话上报 山姆来到他家后 通过食物将白脸猴引诱了出来 这只顽略的小家伙也终于被山姆抓到 将白脸猴带回小镇后 山姆立刻将他体内的抗体提取出来 并研制了抗病毒血清 在给病入膏肓的玛丽注射一剂血清后 山姆与索尔又立即驾驶直升机起飞 因为白发上将执意要炸掉小镇 他们必须赶在轰炸机投弹之前阻止对方 终于他们与轰炸机在空中相遇 山姆通过无线电告诉轰炸机上面的飞行员 他们已经得到了抗血清 所有被感染者都将恢复健康 所以你们不能炸死他们 听了山姆的话后 本就不想滥杀无辜的飞行员 变得更加不忍心杀死自己的同胞 但军令难为 最终他们还是投放了那颗炸弹 不过他们是在海上投放的炸弹 小镇的居民也全都活了下来 没多久 抗血清便在小镇上普及 电影最后 一起克服了病魔的山姆与玛丽二人 发现自己依然深爱着对方 于是他们便重归于好 并过上了没修没扫的幸福生活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了 极度恐慌 是一部由沃尔夫冈·彼得森指导 于1995年在美国上映的一部灾难片 灾难不可怕 可怕的是灾难重现 从2003年到2020年 仅仅相隔17年 同样的起因 同样愚蠢的错误 几乎同样的病毒 几乎同样的威力 在大自然面前 我们自认为是征服者 自认为可以改造大自然 自认为可以对其他动物为所欲为 于是大自然给了我们一个小小的惩罚 希望我们引以为戒 天灾不是悲剧 人祸才是悲剧 灾难不是悲剧 灾难重现才是悲剧 病毒主要是一种由蛋白质构成的微生物 由几纳米大小 却足以摧毁大七几亿余倍的人类 非常不可思议 也非常令人恐惧 自人类诞生时起 与病毒抗争就从未停滞过 黑死病 西班牙流行性感冒 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病毒大传染 影片汇聚病毒这一主题 展现了病毒对人类以及生存家园的毁灭 使我们深深感受到了病毒的恐怖 以及医疗人员奋战前线的勇敢 还有他们无私奉献的精神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 病毒终将会败在人类的手里 借以此片映射武汉新型冠状病毒 希望国家的疫情能够尽早的得到缓解 以及彻底结束 好了 今天解说就到这里吧 喜欢安哥解说 别忘了关注我哦 看起说找安哥 我是安哥 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每天都有精彩视频 解说更新 我们下期再见